用专业的眼光看电影 拒绝过度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之电影 他叫游天明 13岁那年 父亲带着他 走过长长的黄土路 从土庄到水庄 去找一位 吹索娜的焦师傅 焦师傅 是无双镇 鼎鼎有名的索娜王 谁家有的红白事 都会请他 带着土丽们吹一场 一出火 四人去 焦四胎 再加上吹声 吹笛子 敲鼓 拉糊糊的 叫八胎 那场面大 气势高 人人敬仰 成为一名索娜将 是父亲未曾实现的梦想 现在 他将希望寄托于天明身上 尖到焦师傅 父亲比天明还紧张 一个不小心 扑倒在地上 焦师傅 让天明把瓢里的水洗干 不许换气 天明憋着劲 却怎么也办不到 焦师傅说 他气力不足 不是吹索娜的料 父亲急了 操起水瓢打起来 让天明大声喊 喊给焦师傅听听看 天明吃痛 可喊起来 还是没有气力 父亲下手更重了 一定要让焦师傅 看上天明 手上不能停 最后 是焦师傅 一把抓住父亲的手 才把天明解救出来 也许是不忍心 看他挨打 总之 天明在焦师傅家留下了 从此往后 改口称师傅 师傅家 除了师娘 再没别人 师娘说 头一个娃生下 不满月就死了 第二个养到十一岁 得病死了 师娘忍好 待天明 像带自己的孩子 想吹锁呢 先得练吸水 师傅给天明 削一根芦苇杆 插进水面 把水吸上来 才能回家 芦苇杆太长 天明气力不够 吸急了 拖了力 整个人摔在地上 一整天念下来 筋疲力尽 也没把水吸上来 垂头丧气地回去 师傅正在吃饭 筷子一摔 没吸上来 那你回来干啥 天明怕坑上 偷偷掉了眼泪 到了第二天 还得接着练 不知练了多少天 忽然 嘴里一刃 和水从杆子里冒出来 灌了满满一口 她欣喜地将水吐出来 捧在手心里 吸上来了 终于吸上来了 她空奔回家 师傅却只淡淡一笑 反手递给她 一根更长的芦苇杆 去吧 接着行 不断练吸水的日子 仿佛没有尽头 幸好 师弟来了 那天早上 她看见一根羽毛 在窗外飞 开门一看 一个小孩正仰着头 吹羽毛给师傅看 这就是师弟 蓝玉 蓝玉刚来的表现 比她强多了 含一口水 隔老远 就能把一块 竖着的板子滋倒 蓝玉比她更有天赋 但她没想太多 能有个小伙伴 她只觉得高兴 两人一起在 河湾练吸水 一起帮师傅 下地干活 割麦子的时候 蓝玉动作飞快 但割得马虎 割下的麦子 活乱扔在一边 天明动作小心些 割下的麦子 被仔细地 马在一旁 两个多月的时间 师傅出了十几烫火 每次都让蓝玉 跟去见世面 让天明留在家里干活 她还没碰过所纳 只在一次出火前的晚上 看见师兄们 在院里演练 扒她的场面 她看得热血沸腾 干活的时候 她说 水妆一点也不好 土庄没这么热 师娘笑了 她这是想家了 想家 就回去待两天吧 她放假了 一路跑回家 刚进门 就被父亲骂了一顿 父亲以为 她是被师傅赶回来的 直到她说 师傅让她早去早回 父亲在转弄微信 夜里乘凉 父亲说 你知道我为啥 要让你去学 吹索纳的吗 不知道 就是要让你 学会吹白鸟嘲讽 白鸟嘲讽 她听师娘说过 比吧台更有场面 师傅前几年 收了七八个徒弟 每一个学会 吹白鸟嘲讽的 这首曲子 是索纳将的看家本事 一代弟子 只传一个人 这个人 必须天分高 得心好 学会这首曲子 是十分荣耀的事 大 你放心 我一定学会 吹白鸟嘲讽 回来 吹给你和我妈听 再回水桩 师傅从隔板上 搬下一个箱子 那是师傅的宝贝 里面全是索纳 有年月 数得出来历 这是大清朝 道光年间的索纳 是我师傅的太义 传下来的 记者 索纳离口不离手 你要好生护 天明眼巴巴地看着 伸手从箱子里 拿出一只索纳 但师傅又将他手中的索纳 收回去装好 没有再说点什么的意思 师傅看不上他 他哭着收拾东西 第二天 便回去土庄的家 不敢进家门 他站在墙根 听父亲在院里 自考地告诉香林 天明要学白鸟嘲讽 香林说 多少你没听过的 上和听 还是十年前 天明要学 那土庄可长脸呢 他在墙根站了半手 静悄悄地回了水庄 师傅在院里修农具 见到回来 也不意外 像压根布置到他的出走一般 只淡淡地 招呼他进屋吃饭 饭桌上 放着一只锁纳 是师傅当年吹的第一只锁纳 交给他的 从今天起 他和兰宇一起学 他小心翼翼地拿着锁纳 眼泪又下来了 师傅教他们吹锁纳 学鸟叫 兰宇锁纳吃得好 天明鸟叫学得像 在师兄们面前表演一番 师兄说 师傅 恭喜啊 从那以后 师傅出火 天明也能跟着去了 天明见识的第一次出火 是在京庄 京庄村长死了 儿子想请师傅 吹一首白鸟嘲讽 钱不是问题 师傅微笑着摇头 白鸟嘲讽 只在白石上用 受用的人 要口碑极好才行 一般人不配享用 这金庄村长 当了四十多年 村里原有的五家大姓 背景的只剩村长的一家姓 这样的人家 配不上白鸟嘲讽 晚上 天明和兰宇 躲在草堆下学抽烟 兰宇领的头 后来 两人躺在草堆上睡着了 油灯被碰到 草堆燃起来 轰乱中 天明抢出兰宇的唆呐 再去抢自己的 但已经来不及了 师傅气急 一掌扇在天明脸上 唆呐离口不离手 但天明已两手空空 直到兰宇说出实情 师傅才暗暗叹了口气 转身离去 这场大火 让两人深感懊悔 以后的日子 只能用加倍的勤奋弥补过错 记忆见着 唆呐渐渐渐融入了生命 交加班船生的日子到了 这是唆呐班班主 确定接班人的仪式 船的 不光是百鸟嘲讽的技巧 更是一种荣耀 它是对一个唆呐艺人 人品和艺品的最好肯定 师傅定下的传人 是天明 天明继续留下 但兰宇要离开了 第二天 师傅特意出门 兜了个圈子 带兰宇走了才回来 他怕自己一心软 又把兰宇给留下了 天明跟着师傅 学白鸟嘲讽 学成 已是十年过去 从今往后 无双镇就没有交加班了 从今往后 无双镇只有尤家班 你是尤家班的班主 从今往后 无双镇所纳的 荣辱兴帅 就全看你了 自立门户 本该是件令人欣喜的事 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 我却感到茫然 从今往后 这一屋子人 就要在我至那的肩膀下 讨生活了 离开了师傅的职称 我有些六神无主 父亲高兴地逢人就说 但天明心里 却只觉茫然 时代已经变了 天明第一次出活 是同学的婚礼 他想请师傅押场 但师傅不肯来 所纳吹到一半 同学过来派红包 他的红包很丰厚 装得比其他人都多 他将自己的红包 分给师兄 只留下一点钱 买了师傅最爱的烟叶 又给师娘带了布匹 提着点心 去看师傅 他说 现在已经步行皆失礼了 师傅姿态 没规矩了 那天 师傅拿出珍藏 二十多年的好酒 对影之间 他才知道 当初师傅收自己为徒 并不是他怕回去了挨打 而是因为他的一滴眼泪 父亲带他来拜师 激动地摔了一脚 他扶父亲起来 眼角落下一滴泪 他是个心善的孩子 一直都是 师傅把自己的一箱子 售呐全传给他 交给他 师傅放心 师傅拿起售呐吹起来 仿佛回到往年最风光的时候 脸上全是陶醉和欢心 师傅 售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 是吹给自己听的 师傅醉了 说完这句话 师傅倒在地上 呼呼大睡起来 张开在嘴角上 带着笑 天明将身上的钱 全部留在桌上 带走了师傅的箱子 从地头上经过 师傅师娘正在棉花田里干活 他看了师傅一眼 没打招呼 安静地走了 他在街上遇到兰玉 多年不见 他都快认不出了 兰玉跟他说了自己的经历 父亲去世 母亲偏瘫 现在在炸油厂上班 他这才知道 兰玉已跟自己的妹妹 秀枝 好了半年 再过三五天 他就要带着秀枝 到西安床床 当年兰玉到他家去过一次 那是妹妹和兰玉 第一次见面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这两人竟然走到一起 还把所有人都瞒了过去 母亲追着给妹妹说梅 妹妹嫁了人 才有钱给她娶媳妇 她都二十四五了 还没对象 母亲急得不行 但她自己不急 跟找对象相比 她更关心自己手里的索娜 时代变了 这几个月 镇上死了十几个人 每一家请索娜 请的全是洋乐队 之前在一场寿宴上出火 洋乐队一到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吸引过去 有加班的索娜 和洋乐队打擂台一样 谁也不让谁 结果 几个小年轻过来 说要出双倍的钱 让他们别吹了 口角很快变成了混战 索娜被踩坏 人也负了伤 师父目睹一切 捡起地上踩坏的索娜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加班 快要撑不下去了 母亲劝他出去找个活盖 父亲在这那一箱 索娜抱怨 还留着这破玩意儿 有啥用 窦村长的白事 要请索娜 却已操不起人了 好几个师兄准备出门 师父气得 上门把天明骂了一顿 又亲自去找徒弟们 二师兄已收拾好包裹 师父将包裹里的衣服 拉出来扔得满地都是 却还是改变不了什么 二师兄跪着捡起衣服 又跪到师父面前 情愿挨师父一脚 也再也没放下 手里的包裹 最终 勉强搓起吧台 连父亲都加入进来 师父要吹的 是白鸟嘲讽 窦村长打过鬼子 搅过土匪 带火庄人修水库 让石头压断四根肋骨 这样的人 受得起白鸟嘲讽 这首曲子 是师父领头吹起来的 师父想让天明吹 天明露了切 于是师父顶上 白鸟嘲讽 敬送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否是宿慕的 所那商是哀伤的 师父闭着眼 不知眼前见到了何人 天明拿眼望着师父 却惊恐地发现 血从师父的唆呐中吹出来 一滴一滴 落到地上 一口血喷出来 师父撑不住了 但师父没打算听 他把唆呐交给天明 接着吹 大鼓抬到面前 师父打鼓 唆呐重新吹起来 所有人都站着 坐着的师父 抬起头 望着流泪的天明 露出欣慰的笑 师父病了 肺癌晚期 多则半年 少则一两个月 父亲卖了几只羊 得了一千多块钱 交给天明 让他去照顾师父 师父却让天明 卖了家里的牛 要给他置办一套新家伙 我是汗死的麦苗 再大的遗水 也还不过来了 我卖牛 不是为治病 是想给你 置办一套新家伙 你该把尤家班 再撑起来 吴双臣 不能没有锁闹 师父 县文化局局长来找天明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请尤家班 再吹一场锁闹 录下 师父喊着 大应他们 天明 大应他们 师父 天明去了西安 找师兄们 在那里 他见到了 正在工地上干活的 兰鱼和秀枝 晚上 师兄们去一起吃饭 二师兄一根手指没了 是被墨材上的电锯切掉的 三师兄咳得厉害 在石面瓦场干了半年 就成了这样 他们已经吹不成锁闹了 城市里 吹锁闹的人坐在路边 地上放着乞讨的碗 蓝玉劝天明别回去了 刘盛盛打工 总比农村吹锁闹强 天明只说 我跟师父发过誓的 师父的墨在一个小山头上 天明一人在墨前 吹白鸟嘲讽 他想起在师父家 从小到大的日子 仿佛看见师父坐在眼前 凝望着他 半生 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然后 师父起身 朝露的尽头走去 他的泪水流下来 他的誓言 他守住了 但师父的时代 终究是守不住了 这是吴天明导演的一作 《白鸟嘲讽》 讲述两代 索纳将人的传承与迷惘 在不断发展的时代面前 潮流向一波波巨浪 将过去的一切 派打得支离破碎 索纳在洋乐器的冲击下 日渐示威 这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谁也逃不开时代 索纳也一样 但总有人还在坚守着 比如师父 比如 游天明 师父称自己为索纳将 将人 不是普通的手艺人 而是既以高超 并始终保持着 精益求精的信念的手艺人 所以 师父才会对有钱的 金庄村长摇头 却对窦村长 主动吹出白鸟嘲讽 所以 师父才会留下天明 而放弃天赋更高的蓝玉 只为天明更踏实更稳重 师父守的是索纳的荣誉 也是索纳在这块土地上的命 吹索纳 是门降火 不单要看索纳吹得多好 更要紧的是 能不能把索纳吹到骨头缝里 只有把索纳融进裹血的人 才担得起传承的责任 有些事情 费神 劳力 不炫苦 但总得有人来做 没有坚定的意志 做不成 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 也做不成 在时光的河流中 守的是信仰 熬的是命 没人理解这种坚守的孤独 只有自己知道 心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这是每一个传承人的宿命 尸骨 而不拘泥于骨 如何在新的时代 将传承持续下去 如何在迅速变化的发展中 将守护 发扬光大 这是每一个传承人 在未来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文化的生命 融在人的生命中 多少年后 才会发现 那些因背负责任 而显得沉默捉仆的生命 是多么炫苦 何止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